3. 箭锥臀部原始点 4. 箭锥臀部原始点 4. 箭锥臀部原始点最高点以下 5. 屯横纹以上 及其前方小腹 6. 如图中棕色区域所示 7. 由赵信荣医师提供 7. 屯部原始点位置 7. 如图中红线所示 8. 在臀部上 8. 左右对称呈微字形 8. 以拇指从外侧的 8. 胎骨上沿向内 8. 微向下顶到骨头 9. 即以此骨旁为上端点 9. 下端点位于尾骨旁 9. 此两端点紧贴骨旁的连线路径 9. 即为臀部原始点位置 9. 含盖范围 9. 从臀横纹及腹骨钩以下 9. 至踝关节下沿 9. 小腿肚除外 9. 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 9. 箭椎的按推方法 9. 手掌 掌心要向内 9. 不管是站姿或坐姿 9. 然后有一点提高 9. 然后直接顶进去 9. 那方向就如图所示 9. 那我们来看臀部的图表 9. 那个红色的V字形 9. 就是大开关所在 9. 那它管理的部位 9. 就是整条腿下来到脚踝 9. 但小腿肚不属于 9. 臀部原始点所涵盖的范围 9. 小腿肚是由上背不管 9. 那我们来看按推的方法 9. 就是臀横纹对臀横纹 9. 然后掌心向上 9. 不要翘得太高 9. 有些掌心向上 9. 然后拿得高高 9. 好像照镜子这样 9.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 9. 所以它一般是放平的 9. 然后身体往前往外靠 9. 这样就可以按得出来 9. 这样才不会有压迫感 9. 膝盖上方特殊点 9. 主要涵盖膝病骨 9. 亦有助于膝关节 9. 有内外两处 9. 分别起于膝关节上方骨边 9. 严距大腿前面正中线 9. 旁开四指宽的内侧肌 9. 与三指宽的外侧肌 9. 上行各约半指长 9. 这里两个红线只能解决病骨的问题 9. 膝盖骨的问题 9. 说明这肯定是小开关 9. 类似我们现在说的 9. 患处的压痛点 9. 后来我其实也很少用 9. 只要膝盖痛 9. 不管是膝盖骨痛或内侧外侧 9. 只要按臀部就可以解证 9. 所以我后来就很少用 9. 但大家也可以参考 9. 如果病骨痛 9. 按臀部如果效果不是很好 9. 你们就可以考虑 9. 是不是在病骨上沿 9. 这两条线 9. 按按看 9. 应该可以找到压痛 9. 效果是不错 9. 怀足背部原始点 9. 怀部原始点位置 9. 如图中红线所示 9. 分内怀外怀两处 9. 前者为主 9. 后者为辅 9. 原始点在内外怀骨下缘骨缝处 9. 各成开口向上的半圆形 9. 内怀还可沿近骨后侧缘 9. 向上延伸 9. 约一时指长 9. 涵盖范围 9. 足背内外侧 9. 约以足背中线为界 9. 即足底中后段 9. 以通过内外怀间的垂直截面为界 9. 后段及足根部 9. 如图中粉红色区域所示 9. 再进一步细分 9. 以内外怀间正下方的原始点为界 9. 将内外怀原始点分为前后两段 9. 则内怀后段 9. 主管足根部 9. 外怀后段辅之 9. 图一 9. 内怀前段 9. 主管足底中段 9. 即足背内侧 9. 图二 9. 外怀前段 9. 主管足背外侧 9. 并辅助足底中段 9. 图三 9. 图表它就是涵盖范围 9. 内怀这个开关就可以管这么多 9. 主底从中后段 9. 然后主背部也可以管 9. 细分 9. 第一个内怀管的是主底后段 9. 内怀如果按推没有效 9. 也可以考虑外怀相同的位置 9. 主底痛大部分都是在内怀 9. 有极少部分内怀没有效 9. 内怀我们才考虑按推外怀 9. 这个是主底的中段痛 9. 它属于半延迁的前段 9. 这里管的不只是主底 9. 而且还管主背 9. 那我们看除三 9. 那个半延迁大家要注意一下 9. 怀骨的延迁它画得太多了 9. 再去掉一半就对了 9. 等于怀骨正中央去掉一半 9. 那只要靠前沿的就可以解决足背部 9. 不用到按到半延迁的后面去 9. 它外怀管的是足背部的外侧 9. 按推的方法 9. 一般是用食指法 9. 有时候食指按不进去 9. 也有用手肘按推的 9. 有时候食指太重的时候 9. 我用顽骨 9. 也可以顶得出来 9. 会比食指力道更轻一点 9. 所以法无定法 9. 在临床上应用 9. 我们的工具 9. 要善于灵活变化 9. 足背部原始点位置 9. 如图中红线所示 9. 位于足背 9. 共有四条 9. 每条起于 9. 两指间的结合部 9. 向上经过 9. 两指指关节间隙 9. 再沿脂骨缝 9. 隐状机上行至其近端而止 9. 涵盖范围 9. 足背部原始点相对应 9. 指足底前段至足指 9. 如图中蓝色区域所示 9. 足底前段到足指 9. 脚指头都是他管的 9. 从指缝按推开来 9. 一直按到足背部 9. 碰到骨头为止 9. 管理的症状还蛮多的 9. 像痛风 9. 痛风都是在 9. 拇指上端 9. 内侧骨 9. 有时候会肿大 9. 肿痛 9. 那这时候按推足背部原始点 9. 就可以解证 9. 肩、肘、手背部原始点 9. 肩部原始点位置 9. 如图中红线所示 9. 以肩甲缸近端处为终点 9. 沿肩甲缸下缘 9. 横行碰到骨头 9. 再从此处垂直而下 9. 平行于脊椎 9. 指腋下等高处为起点 9. 涵盖范围 9. 肩峰 9. 肩前 9. 腋下 9. 侧胸 9. 上臂至肘关节上沿 9. 如图中 9. 绿色区域所示 9. 肩甲骨旁 9. 肩甲骨旁 9. 内侧特殊点 9. 肩甲骨旁内侧特殊点 9. 由强化上背部 9. 及肩部原始点的作用 9. 肩甲骨旁 9. 肩甲内侧原边上 9. 肩甲骨旁边上 9. 如图中 9. 内侧弧形红线所示 9. 上端 9. 起于肩甲上脚骨旁 9. 下端 9. 指于肩甲最下脚骨旁 10. 肩部原始点 就是一个道流行 它涵盖范围看图 就一目了难了 但问题要找到肩部原始点 就有一点困难 事实上我们的肩部原始点 那个直线一定是在骨头上面 你放下去不会 手肘就掉下来 这个才是我们的点 这里常常有人找错位置 请大家注意 而且肩部原始点那个直线的 是从腋下对过来 有些人都按到太下面 这个也是最容易犯错的 我认为按推肩部原始点 还是要用柜枝来做 会是比较好 比较能够按推得到 所以肩部原始点 大家可以参考影片中柜枝 采取柜枝可以按得更好 这里还有介绍到肩胛骨内侧炎 为什么肩胛骨内侧炎 有存在的必要 第一个肩部原始点 还有上背部原始点 它刚好介于两者之间 它可以补足两者的补足 比如说乳头痛 对过来 从后面找 刚好就是在肩胛骨内侧炎 所以有时候当肩部原始点 或上背部原始点 没有办法解症的时候 我才会用一下肩胛骨内侧炎 但说实在 临床上我现在已经很少用 它的按推方法如图表所示 我们是用手肘的攻击 掌心向上 好 肘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起于肘关节上方前侧凹陷处 沿肛骨向上行 约一时指长 少数患者还可能在向上衍伸 涵盖范围 肘关节以下 包含手肘 下臂 手腕 掌根 手背 如图中灰色区域所示 好 那我们来看肘部原始点 你看灰色的 就是它涵盖范围 灰色上面那个红线 就是肘部原始点的开关 就可以管理我们的下臂 而且还可以管到手背部 涵盖范围特别的大 所以这两条就非常的重要 一般我采取的是十字法 最好患者能够插腰 操作者一手往下 由下往上抬 我们的工具才能够由上往下压 形成一个对抗 这样的姿势 那这样就可以按推到很深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是 手一定是用前头上下 跟我们在按耳后 用前头法 它是左右摇摆又不大一样 其实我还会用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用顽骨 顽骨你直接顶进去 然后方向不要垂直的 而是左右顶进去之后左右按 也可以按得很深层 我一般会十字按完之后 再配合顽骨左右按 这样按下效果特别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找法有些人会找错 大家有没有注意 那个红线是在手背部 它插腰靠近前面三分之一处 而不是在背部后面的三分之一处 有些人会揉到后面去 也不是中线这里 它是比中线更前面一点点 所以我把它画成三等份 约列在三分之一靠前面的位置找 然后记得第一个起点是在凹陷处 骨头刚好有一个阴嘴凹进去 你顶到那个凹进去处 那个就是起始点 然后再沿着这个往上一直线上来 约一时子长 那这样整个手肘就来按推 手背部原始点位置 手背部原始点分为两处 一处位于手背 如图中红线所示 共有三条 每条起于两指间的结合部 向上经过手背的两掌指关节间隙 再沿掌骨缝 引撞机 上行 至其尽端而止 涵盖范围 手背部原始点相对应 指手掌心 指手指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拇指原始点位置 另一处拇指原始点 如图中红点所示 位于大鱼记外侧 近拇指腕长关节处 指长骨根部 紧贴骨旁 涵盖范围 拇指第一二指节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那我们手背部原始点 就是这三条 四指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三条开关找到 那它涵盖的范围 大家看绿色的 包括掌心 还有指头 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 手指头都会变形 事实上有时候早期一痛 你只要把开关找到 按一按就结束了 这个问题不难了 所以手指头痛 包括我们常常打球 扭伤拉伤要善用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手指头马 我们当然也是从影状距 这三条开关按推 但我看了临床上很多指头马 事实上要解解马很容易 只要在这三个开关按一按 那个四指的手指头马 或指尖马都可以解除 但要注意 有些患者他会握前出力 然后竟然越握前越马 然后患者就越紧张 越握前 这个手指头马 记得不能做一个动作 就是握前出力 这个动作尽量病 你可以把手指头往外扳 绝对不能握前这个方向 这个特别提醒 这个是四指酸痛跟马的处理方法 它刚好就是只有一个点 那这个点怎么找 就是沿着拇指侧边跟鱼迹 往上一直推到鱼迹 边沿骨肉交界处 那这个它是用食指法 然后一手固定 另外用食指切紧红点 然后往下拉 然后直接从骨肉顶进去 这样才能解症 那这一部分 我们影片都有 很多人拇指处理不好 就是位置找不对